妈 妈 你看谁来了 妈 你看我招俩好帮手 哎呀 我叫我来包包子的 我来说的 他现在上回 跟他拿了包子 他好吃 他也没有切口 说的提醒他身来包的 那装装 好 是的吗 好吃的很 你看看 我弄的差不多了 你说说该放下垫了 你弄了好吃吗 哈哈哈哈 你看看 我先找到盆子了 找到盆子了 找不到盆子了 要好饭 这都烤好弄了 前夜都 活动都烤了 用放点垫了 烤好弄了 这东西 也不省事 这都弄的差不多了 你也都快活了 哈哈哈哈 快活了没有你快活 哈哈哈哈 我弄了 我弄了你看吧 你看 我现在笑笑的 这东西其实烤好弄 你看 咱 长点盐 咱先长点盐吧 咱来长点鸡精 鸡精 啊 这东西烤好跳 你笑笑啊 你笑笑以后你给我 你会看 啊 我来想要 想要 啊 来 其实咱那素材里边 咱不必要 呃 张那些 跳 人都在 他家传的 你去地方 壮的 他看着他也 一万五百都可以了 嗯 然后就是 最先拿的都是 大盆子 世界里这么焦了 焦 哈哈 他说看嘛 你笑也没有糟糕 哎呀 笑也没有糟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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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生 妈 我跟俩欠欠还拿去给抓到熟熟熟熟熟 一会咱们外头饱 那俩想挑选吧 中长 好好好 好 我生我一种面吗 生 我生我自己懂 啊 哈哈哈哈 你这样看着吗 你就是我饱 那种好 种好 这就我饱吗 来 好 你一听着鬼女做好吧 嗯 她是 你说 红领跟前前 她家都不修了 你看 你一扫下 咋他这么紧张也都大 咋样当不住她的一家 是不是 咋个 傻眼一步都看她俩的 哎呀 哈哈哈哈 你说 咋我 呃 你这个木头 你唱戏的 你那戏唱的 可是老婆听呀 要不今儿再给我来吧 你妈你会唱不会唱真正 说起来唱戏了 嗯 来 想起来给你唱 啊 还能唱 我呀 来呀 哦 这家木 你给我想 哈哈哈哈 我说这心 不玩 啊 哎呀 哎呀 你要知道我哥的特恋心啊 想业了 真高兴 哈哈哈 真高兴 我还看见了 哈哈哈 你来的快点事啊 怎么样 真啊 薄薄的 哦 你这薄薄的不干我 这样我拿手过 你那逼的个捡的黑啊 你呀 哈哈哈 我没 就捡 捡的远的 我捡的下去 来来来来 我来干的 是 你会干 我会干 你 我会干 我会干 那种种来 你干 你干 好好好 哎 红哥 嗯 我怎么感觉你这两天心事重重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嗯 没事啊 不对 我感觉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哎呀 真没有 怎么怎么 嗯 那个 真没事 千千 你看 你刚才到家了 要不你先回去吧 怎么样 我们也走吧 这到饭点了 你俩 你俩都在我家吃吧 今天刚好我妈没在家 我给你俩露一手 好吧 不用麻烦了 真的你瞎出来啊 对啊 一样红哥 你不是有钱人的菜 出的真好吃 给点吃 走走走走 你不是 叫钱人家家出 那那行 行 好 红哥 嗯 钱人家给你点收工面 做的可以吧 可以可以 对对 可以 像说 你那红烧肉 一样做一样 如果看我家话 张罗子 那不还是你爱吃吗 就是啊 倩倩 我还没发现 你还没做饭呢 我妈教我的吗 出一真假 真做的 对了红哥 嗯 嗯 紫明都跟我说了 嗯 说你最近生意上 挺发愁的 有一批货 一直压着 是吧 红哥 这这这这 这你比较远 我那 倩倩是逼我了 我没办法 跟他说了 哎 怎么样 你怎么什么都 跟你倩倩说 那不就加点货吗 是不是 没事 倩倩 你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好的 你光说不用担心 那我们一想也能知道呀 那压一天不是一天的成本吗 对吧 人工呀 仓库呀 房租啊 而且现在员工 虽然在家封着 那工资不是在照常发吗 那倩倩 怎么样 那现在谁不难呢 是不是 那大家都不容易 那有些员工呢 在家里封着 那一家老小 那开支呢 也都不小 是不是 那我压力大点没关系 但是呢 跟着咱干的兄弟姐妹咱不能亏待了 那作为老板 作为创业的人 是不是 那这些不就是最起码的担当吗 那没什么的 对啊 现在 大家都这种情况 嗯 但是前两天你还那样 有反过的包 我爸 别别别千年 这是两码事 对不对 我当初愿意帮忙 那我呢 肯定也是充分考虑过的 是不是 那叔呢 他压力也大 那做老板呢 做生意的 那我都能理解 鸿哥 别的啥也不说了 虽然大忙忙不上 咱的小忙 一夜不容赐 就刚刚你冲着队员工 那回庆宜 我觉得谁给人家干 哪是谁的父亲 怎么样 鸿哥 我决定以后赶紧你了 怎么样 你可别这么说 那大家呢 在我最初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选择跟着我 那是我的福气 但是作为老板来讲 那承担风险的能力 肯定是要有的 对不对 鸿哥 怎么样 等你们这些回去的时候 我跟你们一起 以后 我们有口一起吃 有奈一起扛 对鸿哥 以后再啥 游不通乡 游乐通常 怎么样 倩倩 我感觉我现在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又有你们 我太幸福了 你去牵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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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 游乐通常 游乐通常 这儿在做那个泡泡河河河河河河河岔不是 怎么样 那你是一直在老家你没出去你不了解 那做你不了解做生意的难处 是不是 你等我接个电话啊 喂 哎 龙哥 哎 对 我现在在老家呢 这不现在也出不去吗 没事 你说 你需要多少 三十万是吧 行 龙哥 那你别管了 然后我这边给你想办法 嗯 行 那我一会给你回电话 好 龙哥 我听说电话是 给你解释了 对 一个很好的哥 龙哥 你现在你公司呢 还没有运作嘞 是不是 工人工资还都容易 千千 来来来 给你坐 如果没事吗 坐一杯喝口茶 坐坐坐 来 你今天没事了 今天没事 是这样的 龙哥 这个卡呢 你收好 然后我爸那边也都中转开了 就转过来 不是 叔那边都处理好了 嗯 是 不是 你这该不会是问叔要的吧 没有 你说不让我要 我怎么可能去要呢 我爸就已经中转开了 就 转过来了嘛 那就行 那就行 这不都拖了 龙哥 欠倒我了 公司那边不都能运作了 嗯 是这样 欠欠 子明 我想给你们两个 说点事儿 怎么了 什么事儿你说 嗯 就是刚才有个哥妈给我打电话说 有点困难 需要一笔资金想周转一下 然后呢 叔呢 刚好也把钱也还回来了 嗯 我想听听你们两个的意见 嗯 我觉得这钱不能借 龙哥 你看公司那边运作不了 红尘公子放途 你都还在哪里 对不对 你现在借钱出去不合适啊 嗯 你如果是觉得很值得的朋友 想借就借嘛 毕竟现在帮别人也是帮自己 你真的这么想吗 欠欠 嗯 但是我感觉还是在跟你们两个商量一下 因为咱们上次已经说了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嘛 是不是 嗯 是啊 龙哥 我主要觉得如果你想帮他 那肯定是很值得的朋友 嗯 现在这情况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咱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哎呀 龙哥就行台上了 谁的梦都愿意帮 亲爱的 你是不周 你说人家借多少钱不周 嗯 借多少呀 三十万 三十万那不是我销售呀 是不是 你现在公司还等着工人开工资了 嗯 是你很重要的朋友吗 对 也算是我生意上的贵人吧 嗯 以前在我最难的时候也没少帮我 生活上 工作上也都没少照顾我 就现在人家遇到困难了 嗯 既然张口了那肯定是遇到难处了 那谁还没有难处 是不是 那咱做人嘛 最基本的感恩之心是要有的 是不是 嗯 那黄哥 你要这位说喽 你这选择我支持我赞同你的选择我支持你 那鸿哥我也没有意见 就是 我这边呢 手里面也不多 还有点存款 然后你 也可以拿去大家都先缓一缓 对吧 还有我呢 别怪了 鸿哥 不是 你看前前怎么你们俩这是干嘛呀 哎呀 你这不是老想着包朋友呀 然后照顾员工呀 那我们心里面不得装着你吗 对吧 要万一你有啥事了 那我们俩跟谁会呀 对呀 咱咋不得菜说了 又富同乡又难同胀嘛 怎么样 倩倩 嗯 你们两个的心意呢 哥呢 我心领了 嗯 我需要你们的时候 哥肯定不会跟你们客气的 是不是 嗯 那既然你们都同意了 那我先给他回个电话 也别让他着急 行不行 装装装 行行 好好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